美国智库发布了一篇文章声称中国正在制造全球最大的两栖攻击舰 这款武器的存在将会改变世界海军格局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 美国战略智库与国际研究中心于8月1日发布了一篇关于中国076两栖攻击舰的文章 他们宣称中国建造的076两栖攻击舰将会是全球最大的两栖攻击舰 吨位性能不仅超过美国最强的两栖攻击舰美国级甚至就连日本的初云级航母都比不上 哪怕经过了航母化改造可以停放F35战斗机的版本也包含在内 因为中国将会给076安装用于弹射固定翼飞机的电子弹射装置 有一说一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我整个人愣了一下 076两栖攻击舰啊安装电磁弹射装置真的有那么野吗 回到这份好奇我自自细细看了一下美国人给出的报告 首先这份报告中他们将076两栖攻击舰看作了中国未来 在远离海岸进行战略投射时的重要武器 根据卫星图像的显示和推测 076型两栖攻击舰飞行甲板长约260米宽52米 面积超过13500平方米 这个数据相当于三个足球场面积巨大比075要大得多 确实是全世界最大的两栖攻击舰 如果按照这个数据计算 076可以携带数十架无人机登陆艇 以及两个营的满边海军陆战队包括全部的重型武器 如果美国人推测的电磁弹射装置属实 那么还能用于起飞歼35或歼15这样的舰载机 这在所有的两栖攻击舰的设计中属于是独树一只 不过有一说一如果076真的按美国人预想的那样安装了电磁弹射装置 那么相对于两栖攻击舰 我觉得这玩意儿更应该被称之为准航母 之所以美国智库会做出如此推测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他们对中国的电磁弹射器那是非常的有信心 甚至比中国人还有信心 目前中国正在海市的福建舰已经进行了多次电磁弹射起飞测试 测试结果非常成功 甚至疑似进行了预警机的电磁弹射测试 这个是目前美国人做不到的 美国的福特级航母由于设计存在缺陷 直接导致弹射预警机的时候 电磁弹射系统和预警机的电磁系统会互相干扰 导致航母整体系统失灵 这直接让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在战略层面上 其实是一个半盲人 不具备独立对抗大国海军舰队的能力 美国人认为这么成熟的技术装到航母装到两栖攻击舰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根据卫星图片显示 尚未完工的076在甲板上预留了长约130米的空间 美国人认为这个空间就是给电磁弹射跑道准备的 同时考虑到目前福建舰的电磁弹射跑道长度是108米 076的预留甲板空间比福建舰要长的多 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将会使用这个东西弹射更大的飞机 不过有一说一真有那个技术直接搞大航母不好吗 所以这份报告也承认了 他们需要更多时间才能确定076的预留空间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不过就目前啊 他们考虑后得出的结论 就是觉得电磁弹射器的可能性最大 除了跑道 他们认为076的机库也是经过特化设计 和075相比 076在船舰两侧各安装了一部飞机起降机 这应该是对075型设计缺陷的优化和补偿 075有一个较大的尾部升降机和一个较小的内部前部升降机 后者使用的时候会阻碍飞行甲板运作 最后美国人总结 076将会是全球两栖攻击舰的全新标杆 即便只用来起降无人机 那也会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战力 毕竟这种大型飞行甲板战舰 最终战斗力还是取决于舰载机实力 中国有攻击11隐形战斗无人机 无真7侦察无人机和彩虹系列武装无人机等先进武器 这些东西在无人机中那也是非常炸裂的存在 就算单纯使用无人机都足够让美国海军喝一壶了 除了076本身 中国在建造076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强大造船能力 也让他们羡慕万分 根据卫星画面 在076型旁边的干船屋中 可以看到三艘054A型导弹护卫舰同时正在建造中 美国人用无与伦比四个字形容了中国的造船能力 至于美国人对076的观点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目前中国官方是没有评价的 在我看来 076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当前海军的作战模式 美国人吹的有点过了 但是能给我军在远洋作战的时候 带来更多的战术选择 我们下期见